他的麻煩是說沒讀書 所以大家溝通起來很辛苦 他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隨機抽樣 什麼叫做分層取樣 什麼叫戶中抽樣 學統計學官這個 可以交兩個小時 他最沒順水是館長 館長在他的聊天室抽樣 支持柯文哲的 可能是嘉一或什麼的 然後反對就90幾%的支持柯文哲 他聊天室就柯粉 他怎麼不去民眾黨 雲林成立大會抽樣 跟那刺龍刺鳳那些抽樣 問說你知不知知柯文哲 每個都支持 那可能會高達99%或100% 對啊 就是你的抽樣 你沒有隨機取樣 對不對 你在一個池子裡面撈 你烏龜池裡面怎麼撈 就是烏龜不是廢話 這是怎麼好講的 你撈來當烏龜就烏龜池 對不對 你海裡面撈 十隻有一隻烏龜就投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館長講不通 好 那現在來了 你現在罵吳子佳董事長 是這個什麼鬼民調 狗民調 狗民調 董事長 終於輪到你告人了 吳子佳是凱吉 他是定時定額在做民調 沒選舉也在做 準不準一回事 人家有成本的 對不對 人家有品牌形象的 你這樣所以告 而且要告民事 律師費我幫你出一半 但是賠賞金 分我三分之一就好 他這個其實是包牌式的發言 為什麼 因為那個 他有提到說 要給更生人機會 所以你關完出來 更生人要給機會 還沒有關之前 他講說無罪推定原則 他身邊就是放了很多 無罪推定的 像那個比較有名的就是 我一直在講的那個陳雅玲 禁辦主任 對 禁辦主任 每天我幾乎一個禮拜 會貼他一次照片 就說他今天要跟柯文哲 去哪裡玩了 他就把他跟在身邊 而且他剛被羈押 四個月出來 一出來就被柯文哲檢去用 這整個包牌 還沒關之前 就是說無罪推定 關出來之後就是更生人 也就是說你只要犯罪 不管除了被關的那段時間 不能用以外 你們台灣民眾黨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應該知道說其實這幾年 台灣民眾黨一直攻擊 民進黨是那個跟黑道掛鉤 而且不用任何證據 反正柯文哲說有就是有 說掛鉤就是掛鉤 我這邊翻出來這些什麼 黑道 前科 甚至昨天我有講過 就是那個什麼 甚至這算什麼 金融業 金融業 對 算金融業 走在前線的金融業 又放款又收款 你欠的呆贊都可以幫你討回來的 這種工作都是現場的人 這種東西我們不能講 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欺負更生人是怎樣 對不對 好趣 我請教鄭浩 因為標榜新政治 他們不是就是說 自己是特別的清廉什麼的 可是當你發現 真的不是只是刺青而已 你去發現他的案底的部分 每一個很多是暴力討債 貓貓上次也幫我們爬梳道 有一個是什麼 拿鋁棒打人 這一類的 然後之前你不是還有那個 燃燒法火鳥對不對 我這樣講 事實上貓剛剛講得對 這包牌是回應 關過民眾黨要給機會 關之前是無罪推定 關的時候再坐牢本來就不能用 所以柯文哲唯一不想用是什麼 在裡面的殺人這樣才算 你知道嗎 這是現刑犯 然後剛好被柯文哲看到 他們才不能容忍 政治有這麼的輕飄飄嗎 對不對 第一件事情 如果關過民眾黨 都是無罪推定的話 請問 之前你們在罵民進黨罵什麼的 對不對 罵得亂七八糟的 結果民進黨自己 我對社會做出回應 黑金槍土以後不從政 蔣也是 神也是你 國也是你 什麼叫雙標 這就是雙標 你罵別人就說別人有案底 不行 然後人家指責你就說 不好意思他是案底 我給更生人機會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雙標 第二件事情 政治誰跟你講無罪推定的 我每次在那邊都舉很多例子 包含國民黨 包含民進黨 2016年李朝青 南投縣長國民黨的 調查的時候有案子 就已經先停權了 兩年前包含蘇振興 包含廖國洞 國民黨民進黨都有 調查的時候就先停權 對不對 然後最近的邱莉莉 林志斬 也沒起訴 也沒羈押 調查的時候就先停權 政治上誰跟你無罪推定 他們那時候罵邱莉莉 罵林志斬都罵得很大聲 罵得不要不要的 然後講得好像說什麼 自己有多厲害多厲害 包括現在綠能也沒有什麼弊端 但是他們把他罵到都寢職 綠能更慘 綠能罵到現在不要講調查 沒有一個案子成案 沒有一個調查 然後柯文哲講說 民進黨幾千億的貪污不去查 哪裡來幾千億 別人一億都沒有 一千萬都沒有 我說最近 我的意思是說 你講別人的時候就信口開河 別人講你的時候就無罪推定 這就是雙標 我一直覺得一個政黨 尤其是民眾黨這樣新興政黨 號稱超越藍綠 果身超越藍綠 只有黑色會超越藍綠 對不對 只有能夠超越藍綠就是黑色 所以對於民眾黨來說 你可以繼續用這種雙標沒有關係 你繼續在雲林成立大會 我看過了 有暴力討債的 對 那種家暴這種咖的 對不對 還有拿那個棒球棒打別人的 然後嘉義還有拿賴打 去燒生殖器的 我都不相信這些東西 大家沒感覺 你們民眾黨可以一直凹 一直凹 一直凹 然後最後你民眾黨的支持度就掉了 我剛剛等一下我們會講 各政黨跟各候選人的支持度 民眾黨現在政黨制度 已經跟國民黨差不多了 十幾% 然後民眾黨加國民黨政黨制度 比不上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加起來還沒有 所以這就變成是說 好 你要雙標沒關係 你要言語綠人寬語綠籍沒關係 我都歡迎民眾黨繼續做 我歡迎 我當然歡迎 繼續掉票 你繼續掉 爽了很對不對 你就繼續凹 我只跟你講 在那個中道理性的評論員 角度跟你講 你這樣凹會掉票 對政黨真的不好 我補充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館長的角色也是幫忙掉票的 館長我們等一下會細細談 有關於民調的部分 可是館長不相信 他講說這民調 美島電子報民調是什麼 是收清台幣電子報 然後罵他是狗民調 然後據說這個美島電子報 董事長吳子佳很生氣 說要去提高 觀眾主要是沒讀書 他的麻煩是說沒讀書 所以大家溝通起來很辛苦 他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隨機抽樣 什麼叫做分成取樣 什麼叫戶中抽樣 學統計學官這個 可以交兩個小時 對不對 抽樣的 你咕嚕統計學 這要上兩年 不是 整個統計要上兩年 光解釋抽樣名字 要上兩個小時 對不對 你確定他聽得完 他聽不完 所以他上次物化 搞不清楚什麼是物化 他說賴平瑜物化 這個Cose point 動漫 我就在那邊笑他 物品是不能物化的 動漫本來就物品 是沒辦法物化的 他真的搞不清楚 最近他一直鬧笑話 他鬧笑話說什麼 因為最近很多民調 賴清人都突破事實 對 完全會討論 就是賴清德的玻璃天花板 因為不只是一份 第三份 已經三份 加監林傳媒 美鳥電子報 然後尤盈龍的台灣民意集計會 加監林傳媒已經三份 即將突破40或已經突破40 如果後面穩定下來 就是突破玻璃天花板 一路往45種 所以對於藍白陣營 壓力都很大 那藍白陣營 我認為三個人 朱立倫 還有柯文哲 還有館長回應的都很草包 我很難想像怎麼連朱立倫都那麼草包 先講朱立倫 朱立倫說假民調 對 跟內參不一樣 對不對 內參拿不出來 不是 這是我看過 最coast down的內參民調 你好歹找個公讀生有沒有 打一張A4對不對 寫一下國民黨智庫什麼什麼 寫張表格弄出去 也不要 用出張嘴說內參民調 比較正統的方式是什麼 搭下業配 策略性民調 看有沒有人要幫你做個好一點的 也不要 國民黨一個洋洋大黨 淪落到連請公讀生的錢都不出 下業配也不出 然後硬講是內參民調 好 這國民黨 柯文哲說 那些民調不準 怎麼準 政論節目罵誰 誰就是民調最高的 他說民調高的 在政論節目上會被罵 我不可以看你爛罵你嗎 對不對 照爺說那我可以天天罵賴清德 對不對 但是沒什麼好罵的 先不罵 我的意思是哪有說很多人罵你 就代表民調高 可是你真的很爛 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漏洞很多 柯文哲回答也沒選擇 但最沒選擇是館長 館長在他的聊天室抽樣 支持柯文哲的 可能是嘉一或什麼的 然後反對就90幾%的支持柯文哲 他在聊天室就柯粉 他怎麼不去民眾黨雲林 成立大會抽樣 跟那刺龍刺鳳那些人抽樣 問說你知不支持柯文哲 每個都支持 對啊 那可能隔會高達99%或100% 對啊 就是你的抽樣 你沒有隨機取樣 對不對 你在一個池子裡面撈 你烏龜池裡面怎麼撈 就是烏龜不是廢話 這是怎麼好講的 你撈來當烏龜 就烏龜池 對不對 你去海裡面撈十隻有一隻烏龜 就偷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館長講不通 好 那現在來了 你現在罵吳子嘉 董事長是這個什麼鬼民調 狗民調 他是狗民調 董事長 終於輪到你告人了 被告了好幾百條 每條都賠錢 這條難得可以配回來 一定要告 我今天跟你呼喚 我明天節目還會再做這個新聞 我就拜託一定要告 律師費我幫你出一半 但是賠償金分我三分之一就好 當作公雞金我們吃飯之用 不是你怎麼會講人家狗民調 怎麼講人家鬼民調 然後你自己在聊天室裡面 做的民調就是讚 九十幾 然後人家開籍 他還說他的民意支持度 有百分之六十五 對啊 你酸總統 菲律聯盟就支持館長出來 酸總統就好了嗎 吳子佳是開籍 他是定時定額在做民調 沒選舉也在做 準不準一回事 人家有成本的 對不對 人家有品牌形象的 你這樣 所以告 這叫告民視 求償 具體求償 這個東西我支持董事長 好 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我請教永鴻 等一下博恩哥也可以來補充 主要是這一個 白跟黑的距離 沒有距離 那我們看這幾個 這個是民眾黨 雲林黨部執行長 叫王新堯 他是涉嫌違反律師法 強盜暴力討戰 這一個雲林的議員陳以辰 也是民眾黨的 他說沒什麼事 我都沒講話 但是他的案底是什麼 共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有期徒刑三個月 那這邊是民眾黨的 雲林黨部北港区的主任 叫李順誠 他是有拿呂棒打人 共同犯傷害罪 有期徒刑五個月 另外這一個是 古坑區的主任 叫做周子民 他是家暴 被發了一個保護令 禁止騷擾以及跟蹤當事人 比較詭異的是 這一個王新堯 因為這也是貓貓幫忙找出來的 發現這個王新堯 他就出來喊冤 我有良民證 而且我都沒有前科 你們憑什麼講我是黑的 真的有良民證是很了不起的 我相信在座各位 如果要去申請 我們都沒有去申請 很容易申請 什麼叫良民證 良民證真的叫做刑事記錄 就你有沒有刑事記錄 五年內有沒有 五年內沒有 就給你一張良民證 那一般人誰沒事要申請那個幹嘛 誰會沒事要去申請什麼良民證 你去辦會員卡的時候 你去辦圖書證的時候 你要良民證嗎 一般做什麼好人好事代表 沒有人要良民證 有特殊目的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就是這個講說他有良民證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可以說都是更生人 OK fine 我接受 但是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講到館長的這一部分一樣 我們通常這樣從樣本來推論母體 民眾黨隨便出來的樣本都是這樣 你往回推他的母體 就是說這個一個黨部的雲林的堂口 對不起 雲林的黨部 雲林的黨部 加出來 你不是第一個講堂口的秋顯智 你不要擔心配告 他先 我是不會擔心 這個可受公平之事 到底他的黨部有沒有門口 門口有沒有一個大堂 重點是什麼 這個都是暴力 各位 他們哪一個所以前所謂更生 更生以前所犯過的這些 哪一個不是暴力恐嚇 全部都是 我的天啊 你如果說有一個兩個 那算了 你民眾黨在雲林這個地方 黨部裡面的幹部或你的代表 都是這樣子的 我們就很容易反推 用樣本來推母體 隨便挑的全部挑出來 就已經是母體 那一個雲林線是這樣 那你全國是不是都這樣 我覺得這第一個 柯文哲必須要好好跟大家回答 第二個我覺得柯文哲 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他現在當然他還是不得意 因為他找不到人 說白了就這樣 他的地方去所有地方的組織系統 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 那這些超越比國民黨還要大 就是國民黨地方黨部 這些議長 我是靠自己當議長 我不是靠你國民黨 好 但是這些人現在跟柯文哲比較好 要不然就是被黨紀所約束 所以柯文哲找不到 就開始找這些 你口中的更生人 我必須講 他們的發言 你們的發言人 年紀輕難不能亂講話 更生人是所有人都要給他機會 這是當然 但是你們一個更生人的比例也太高了吧 你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 一個計程車的合作社 我說我是專門要服務更生人的弟兄 所以會有很多人介紹 fine 對不對 那你是怎樣 你是有特別報名表 都更生人推薦 然後入黨推薦書 都要有一個 有一個前更生人推薦 然後都是更生人才能夠來嗎 更生人優先參與 當然要幫助客人的問題是這樣 對不對 這是最誇張的事情 你一個黨全部都是更生人怎麼樣 那重點是你過去在罵 剛才講到 最近在罵這個 這個我們那個賴 賴 賴建林 賴建林 小賴 你最近在罵這個光電的時候 講得非常的誇張 然後之前在講那個 那個說我們跟黑道有關係的時候 說你們跟黑道掛鉤啊 對 然後館長更誇張 館長你要不要出來譴責一下 館長看到這個要不要譴責一下 你只是看人家那個易寶宏 跟那個紅人會就說什麼 我們說什麼是民進黨 去跟你開槍的 現在這些人都是真的有 前科更生人 你會出來喊一下 但沒有辦法 館長因為底蘊不夠 他就是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鄭浩所講的 他館長應該就是分不清楚 sample跟sampling是什麼差別 不要告訴我一個是 你講這個對他的講會不會太難 有點太難了 所以我就是先跟你上一課 所以他才會講說 他說有百分之98討厭賴清德 他說92 他在他的聊天室裡面做的訪問 你也幫幫忙 這個不可以這樣看 PTT最近都在笑館長 你看就是PTT最近說 館長是不是在幫民進黨 然後說柯師傅有沒有公開 跟館長切割 館長到底在幹嘛 然後說藍白兩黨真的都不打算出手 救館長嗎 我講這些都只是標題 而且這些標題下面有很多的討論 留言 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館長這看起來 至少我舉的這一面裡面 百分之百是不支持你的 但問題抽樣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討論這個 我還是覺得 第一個什麼是更生人 還有你更生人的比例 還有不要去亂用更生人 有的人更生人是真的很改過自新的 不要亂用 第二個 不會抽樣就不要亂去講說 你自己做的調查是什麼 那是笑掉人家的大雅 來 博恩哥 因為一直在罵他們怎麼沒理 結果發現真的比例實在